永远徘徊在地狱的门口 而她错不至死 为什么人们总会失去才懂得珍惜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 愿意帮助我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汤圆妹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地图为back to 1989 这一档系列是魔法大陆编剧出品 各位不要聚集了视频催更文明尊重哦 目前想呈现的效果为半剧情半实况 希望各位喜欢 当然可能会有恐怖元素 不过放心 他们都会打马和预警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是一名警察之员 今年不告诉你们 然后我的电话就响起来了 哎呀好烦啊 要看是哪个熊孩子给我打的电话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组啊 喂哪位 我是你组长 哦是组长啊 我最近听说你接了很多案子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我这里有个大案子要接手吗 来啊兄弟 蹦迪 什么蹦迪 你听错了 是有两个小伙音蹦迪舅夫来报案 我这边就是因为案子太多了 所以来找我工具人 这个不是 我给你一个机会 深圳加薪 时候我们六四开出盒 我六你四 叔弟来啊 快乐啊 好了好了我这边在酒吧 不是那个 我在酒吧处理事务 一会传真寄给你 等等 既然是大案子 应该当面沟通一下 哎你别找我 我不懂啊 你跟我说了我也不懂的 你自己解决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我找你是干嘛的 就这样 挂了去收传真 有工具人真爽 蹦迪屈 好的 目前的剧情是这样 我们又成功的沦为打工仔 现在就是要找到传真机 先看看箱子里有什么可使用的 经历 经历 还是经历啊 好的 身为一个连接丰工的警察 墨树充公 没脾气吧 嗯 看来是没脾气 好的各位 现在穿上咱们的警服 怎么样 有没有那种警察的感觉了 有没有那味 对不起 我还差眼 哦 那些催格魔法大陆的 都给你们带走 好的各位 欢迎回来 今天用太多无用的镜头 终于还是找到了传真机 资料上面显示 失踪案都在木屋镇附近 这怎么想都不是偶然 目前只能去现场看看 啊 我钥匙呢 好的各位 现在咱们是来钥匙柜 取下钥匙 既然是解密地图 那我就尽量不剪切 让你们看看 我是怎么一点一点的破案的 这个容易翻箱倒柜就可以了 怎么会没有 等我再确认一下 这就是钥匙柜啊 哦 雕虫小技竟敢办门弄服 被我发现了吧 好多拿到钥匙了 各位看到了吗 MC绝活 虚空开车门 喂 怎么会在这时候爆胎啊 还是下车看看吧 这里怎么这么荒凉啊 二十年前的乌梦镇 不是这样的啊 也不知道附近有什么线索 好的各位 找到了一个地下室 跳下去有一张纸 不过这儿没有触发剧情 我觉得应该是需要再找一个线索的 这个梦屋镇一共就这三个建筑 亲两个都搜过了 应该就是这个了 不是吧 阿瑟 中明显的位置 好的各位 剧情开始了 这什么 1989吗 难道1989年 发生过同样的事 这一定不是单纯的失踪啊 还是先拿电话回局里增援吧 怎么回事 我好像在抖啊 不行啊 这手机没有信号啊 臭子也爆胎了 现在只能看看隧道里 有没有什么紧急联络装置了 好的各位 以我的经验来看 前方应该会有高能 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 既然这样我也做好准备 这样就肯定不会 哎呀 什么鬼啊 架死我了 我觉得这里应该就没有什么吓人的地方了 找到两处了 有人来帮我了 好的各位观众 那本期就到这吧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 点赞关注 点赞过两千 会有下一期 下一期的剧情会更加精彩哦 拜拜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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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